盘点梦幻西游那些武器来历 你最喜欢的武器造型是什么 锤斧片 锤片 松木锤 松木制轻 制成的锤主要做练习用 冰铁锤 冰铁打造的锤是阴架连 而常被采用的冰器 八棱金瓜 锤刺金瓜 八棱凸起 是实用的战锤 狼牙锤 锤面密布狼牙细齿 杀伤力不可小视 烈焰锤 锤面上制造了不少火焰波浪一般的锋刃 可怕的武器 破甲战锤 金刚打造的巨型战锤 尚不粗大的坚持 可破甲裂碑 震天锤 韩钢制成的锤头巨大沉重 一击之下威势震天 巨灵神锤 巨灵神所用神锤 锤似流星 非凡力可举 可挡十万天兵 天崩地裂 近似天柱巍巍 动则天崩地裂 八卦 八卦期间 太极天城 天地造化 混沌无常 鬼牙 一万炼钢 和蒙鬼牙 是三剑 雷神 一击天地轰鸣 再击电光四起 三击万物俱灰 混元金锤 锤暗六道之纹 并接阴阳之气 持之者 自有五行造化 诸天看护 九瓣莲花 此锤乃仙池中的 一朵亭亭玉莲 花开九瓣 蕊露金棚 不知被谁踩来 炼为兵器 岁已过五百年 依然盛开如心法 鬼王十日 斩魔王之头为锤 隐隐发出邪气 使日月无光 只此物则将与魔神契约 可用魔王之力 黄澜岁月 水神贡公至宝 内收九曲黄河 出则天地其暗 奔涛如雷 贡公路出不周山 天柱折地为绝 水老尘埃 俱归东南 双锤亦敏然其中 为皇帝所得 祭祟 盘古龙齿所化 固若金汤 虚为风雨 吹为雷电 舞之铿锵如明金铁 乃天下至阳至刚之物 邪魔削小望之丧魂 斩篇 青铜斩 以硬木和青铜制造的大斩 斩面有些随意雕琢的花纹 是常用的兵器 开山斩 铁柱的巨大战斩 沉重无比 力大者 用以开十列尾 双面斧 两面均制成半月状锋刃 双面质敌 力猛是强 双弦乐 铁杆有黑 银乐如弦 舞动实现人掩雾 金刚缠乐 金刚打造 环随舞动 铿锵入耳 震人心魄 黄金乐 以华丽的黄金装饰 使其更加沉重威猛 金光奇楚 血光飞溅 乌金鬼套帘 乌金打造的巨帘 透出森森鬼气 令人不寒而栗 狂魔帘 沉于万魔之地 染魔性 硬魔心 灰之急魔杖四起 恶龙之耻 寒钢为饼 龙齿为刃 封过龙鸣 射破敌胆 破破 即焰日语 音乐之精华 灰舞如百月铜灰 众者行神俱灭 速魂 漠黑的长饼 漠黑的巨帘 吸取无尽黑暗之气 速清无归 无絮 无章之魂 无敌 斧干以千年古墓之根打造 弹环求取 寒铁锻造的双面巨斧 发出魔气逼人的暗光 武丁开山 古蜀有武力士 奉命凿通群山 剑衣大蛇尾 在洞外 乃夜之初 其身长数十里 惊讶间 山崩 武丁与蛇俱死 化为神府 执之者有开山之力 元神禁锢 因斯伦转王思过之宝 若有鬼先犯大鳄 即以此物拟其头 吸尽元神 再无转生可能 细看人员 可见无数痛苦鬼脸 护法灭魔 佛门护法之武器 并为鲁般锁雕 无刚乏贵之之 俯为老君锁链炉中 千年玄铁 尚有佛门梵文 妖怪见之蜕壁三舍 碧血干漆 行天与地争神 身手易触 碧血凌落 干缺凄惨 后人置于易卢 乃得神兵 长期五处 风云雷动 碧波流转 巨盾透体而出 其名乌叶 如英雄气 猎天 是由随身魔武之一 取大荒四级亿兽骨所致 行如巨连 连任翠海黄兽魂 隐然有丝鸣之声 猎天抬地 歌风断雨 护法灭魔 没迭代前真的太绝了 迭代完 这是啥玩意儿 真心哭了 您的点赞 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是马霍 我们下期见 début 字幕志愿旨